据中国海军最新消息 中国海军将在南海海域展开大规模实战化演习 以检验和提高海军实战打应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海军还强调称 此次实战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目标 军事专家表示 近期中国周边形势错综复杂 潜在对手蠢蠢欲动 因此此时进行实战演习可看作是亮剑 警告某些国家不要轻举妄动 专家表示 近期中国海空军连续曝光大动作 先是空军连续曝光歼20战机实战部署信息 然后东海舰队展开海商实战射击 日前 中国海军唯一一艘航母辽宁舰更是突然南下 目前已经抵达南海 很可能将参加即将举行的海商实战演习 军事专家表示 如果辽宁号航母参与此次演习的话 无疑代表目前中国海军的最高实战能力 此外 南部空军的苏35战斗机 近期也开始对南部海域进行常态化战备巡逻 这也意味着中国海空军顶尖作战力量将检验联合作战能力 无疑将震慑潜在的作战对手 据悉 南海舰队还部署有中国最先进的093型攻击核潜艇和094型战略核潜艇 包括多艘052D型中华神盾级驱逐舰等先进作战舰艇 在辽宁舰增援之后 整体作战能力堪称是中国海军三大舰队之首 在这种关键时刻 两舰 无疑表明解放军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